Hello大家好呀,AI做服装设计真的太简单了 只需要一张简单的线稿图,AI就能帮你快速的生成漂亮的服装了 首先呢,我们来到,一起来看看是怎么操作的吧 首先来到Web UI的界面 在模型这里呢,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显示类型的 接着来到文身图的提示词部分 助你想要生成画面的一个提示词 那这里呢,我想要生成的就是一个女孩模特 然后她的衣服的一个材质呀,一个形状 以及我们的一个环境 我想它是在梯台上面进行走秀的一个场景 再来就是反向提示词,也不要忘记添加了哟 反向提示词呢,也是同样的 这一部分内容的添加可以预防一些低质量图片的产生 OK,完成之后呢,这样子提示词部分就已经完成了 来到参数部分,想方法选择BPM++RM Chorus 迭代部数调整30,让它尽可能多的产生一些细节 宽高的话,我们需要和原图来 宽高我们和线稿图来进行一个同步就可以了 找到Controlate 我们需要使用两个Controlate来进行一个控制 第一个Controlate呢,是控制线稿 勾选启用完毕像素 控制类型选择LineArt 控制权重这里,我们将它调整为0.8到0.9左右都是可以的 那第一个Controlate的添加呢,就可以很好的控制 等一下我们生成出来这个服装的样式 跟我们上传的这张线稿图就是保持一致的 然后来到第二个Controlate 这里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对于人物姿态的一个控制 勾选启用,完毕像素,以及允许预览 控制类型选择OpenPost 约处理器和模型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点击一下包扎图标 我们看见 在预览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见它再是没有任何东西 我们点击一下编辑 往下滑动,这里有一个添加人物 点击一下,我们就将这个人物添加进来了 然后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调整这个人物的姿态 以及它的比例 在这完成之后,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点击发送资质到Controlate 那等一下生成出来的图片呢 就会参照这个谷歌图来进行一个增程 点击一下右下角的这个向上的箭头 同步一下原图尺寸 尺寸这边呢,已经同步过来了 那直接点击增程,我们来看一看 因为我们是直接点击生成 我们来进行一个抽卡 因为这一个是AI生图嘛 在生图的过程中,可能不能一次性生成你非常满意的图片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多抽几次卡 再来进行一个挑选 好了,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生成的这一张图片呢 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服装已经模特融合了也非常和谐 没有很突兀的感觉 它这个服装和人物的搭配呢 也还是非常自然的 关于背景的话,也出现了我想要的这一个场景设定 这个场景呢,也是我想要的一个场景设定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快去试一试吧 好了,如果需要Ctrl类的插件 以及本视频内所用到的相关的参数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常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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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